是的,被制裁的俄罗斯不能从欧洲和日本进口汽车 俄罗斯确实成了中国血统轿车最多的市场 2023年前6个月,中资车企的产品在俄罗斯市场上销量达到16.8万辆 占据了49%的俄罗斯市场份额 在新车销售量榜前10名中占了6席 但是我们看了一下,这些车辆中的80%都不是在中国本土生产的 它们都是在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国家生产的 也就是说,是在俄罗斯、白俄罗斯或者哈萨克斯坦的装配厂生产的 具体来说,排行榜第二名的奇瑞在白俄罗斯装配 长城的哈佛在俄罗斯生产 目前只有吉利是从中国进口的所有的汽车到俄罗斯市场 这三个中国汽车品牌在技术发展上深受欧美、日韩的影响 它们的技术基础并不弱 但尽管如此,随着在俄罗斯的销量增长 这些品牌遭遇的投诉也增加了35% 根据俄罗斯当地机构的调查 44%的俄罗斯消费者认为中国汽车所用的金属材料太薄 或配件不适合 42%的人指出金属腐蚀问题 认为这些汽车不适应俄罗斯的寒冷冬季 29%的人表示 中国汽车使用的电子产品和部件质量较低 28%的人抱怨悬架太软 不适合俄罗斯路况 还有24%的消费者认为 中国汽车的油漆涂层不牢固 问题的核心在于 所选用的材料和制造标准的差异 在中国,受到不断升级的排放标准的影响 许多汽车在5到6年后 就达到了报废的标准 因此,中国的汽车制造商在设计时 可能没有过多考虑到车辆的长期耐用性 再加上中国的气候与俄罗斯相比较为温和 导致在防寒和特殊材料处理方面 也可能没有投入太多精力 而当这样的车型被引入俄罗斯的极寒环境中 短时间内就可能出现各种问题 也就凸显了中国制造的豆腐渣工程的特点 在俄罗斯 中国汽车因其较薄弱的车身和响声不断的内饰 被戏称为吸罐 由于相对较低的安全标准 也被戏称为带轮的棺材 叶卡杰林堡的车主埃里克斯·斯姆林表示 我宁愿购买一辆旧的奔驰 也不想买一辆我甚至连名字都读不准的中国新车 我永远不会换中国车 莫斯科的车主伊利亚分享了她最近试驾 全新奇瑞瑞虎7SUV的失望体验 她描述道 想象一下 你坐在副驾驶位置 即使风扇关闭 还是能感受到腿上有风 她认为这是因为橡胶密封条的问题 她补充说 这意味着灰尘和尾气会进入车内 冬天最好穿得暖和一些再坐进车里 这真的很让人不愉快 我敢断言 很多购买中国车的人 都会遭遇到这些令人不快的小惊喜 一个俄罗斯的出租车司机表示 在俄乌冲突后 她开过几款中国汽车 她认为 与她2022年购买的斯科达相比 这些中国汽车在驾驶稳定性上明显不足 这不仅是她的看法 俄罗斯的出租车行业中 大部分司机都更青睐现代 奇亚和雷诺的Logan 特别是雷诺Logan 这种法国原装车 很多车辆可以行驶长达50万公里 而不需要大修 受到了欧洲 受到了俄罗斯人的喜爱 另外 据俄罗斯汽车专家的评价 中国汽车在平整的 沥青路面上的表现还不错 但是 考虑到俄罗斯地域广阔 车辆经常需要在 泥泞的道路上行驶 加之俄罗斯驾驶者 通常喜欢激进的驾驶 在颠簸的状态下 中国车的底盘和悬挂系统就显得不尽如人意 俄罗斯汽车界的权威人士还指出 许多中国汽车普遍采用触摸屏操作 而在实际驾驶中 与传统的物理案件相比 触摸屏容易导致驾驶员分心 此外 对于俄罗斯车主来说 很多中国车的座椅设计尺寸不够 同时 某些中国车的发动机和变速箱的实际表现 和宣传的数据有所出入 如果俄罗斯消费者选择购买中国车型 他们未来几年 在车辆保值方面可能会面临挑战 主要原因是部分中国车 在俄罗斯的维修和零部件供应链还不够完善 在寒冷的俄罗斯 中国汽车的生锈问题 引起了消费者的广泛关注 调查显示 超过半数的俄罗斯驾车者 认为中国车只部分适应了当地洋库的气候 这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产品问题 更反映出了部分中国车企 对长期市场的短视策略 考虑到俄罗斯各城市 每年的降雪天数超过110天 汽车不得不长期与溶雪岩接触 电离出来的绿离子 会让汽车底盘及金属部件 会受到严重的腐蚀 但似乎部分中国车企 在产品设计中并未充分考虑这些 你们猜 中国的车企老板是怎么想的呢 提车俩月 到处生锈 你受得了吗 欢迎真实车主们 也检查一下你的座椅支架 咱们在国内卖的车也生锈啊 怎么没见有车评人出来抱怨呢 汽车是铁做的 当然会生锈了 况且现在俄罗斯市场 我们是一家独大 根本没有竞争对手 俄罗斯人有的选吗 根本没的选 不用怕 销量不会受到影响 那些车评人由他们去说 现在俄罗斯市场基本没什么竞争 乌克兰战争搞得俄国人兜里也没钱了 市场上限很低的 不必投入太多精力 而且俄罗斯的车评人之所以这样说 就是因为没给他好处 可是一旦给了 就是无底洞 所以他们这就是赤裸裸的敲诈和啰嗦 中国东北的严寒条件和俄罗斯 还有一些差距 如果想要让中国车在俄罗斯正常运行 必须进行专门的产品调整 如增加保温材料 提高加热器的功率等 不过这样一来成本就增加了 价格一上去 俄罗斯经销商不愿意 因此在俄罗斯的中国车 上面也没做改进 俄罗斯的用户必然会抱怨 但是为什么日系车 德系车在俄罗斯这么多年 也没听说当地人抱怨呢 那人家是西方世界的品牌 注重诚信 注重产品质量 注重口碑 不仅对产品进行了专门的定制 而且低温零部件的供应链 也都打造了一整套 对此 中国车企的借口是 西方车企撤离 俄罗斯把市场让出来 这事发的太突然了 我们还没准备好 进入21世纪后 俄罗斯政府鼓励西方汽车制造商 在当地建厂 为其提供各种补贴 以促使他们在俄罗斯生产并不建 到了2021年 俄罗斯的国内汽车产量达到约140万辆 大约占市场的一半 那个时候 中国汽车品牌的所占市场份额 也就是在10%左右 去年欧美日韩车企撤离俄罗斯 中国品牌的车开始大卖 哈佛 奇瑞和吉利等中国品牌 目前占俄罗斯新车销量的近40% 但问题是中国车质量挺差 而且价格还挺高 一位俄罗斯车评人表示 中国车的质量我们就不谈了 就说价格也是太贵了 我旁边就是一辆奇瑞的瑞虎7 Pro 在中国卖14万人民币 但大家知道这个车 现在在俄罗斯这边卖多少钱吗 400万到465万卢布 相当于32万人民币 这并非个例 即使是在俄罗斯或欧亚经济联盟内 组装的中国车 售价也同样偏高 Dolovito Group的董事会成员 克里莫夫指出 这种价格差异背后的主因 是中国制造商与俄罗斯海关局的贪婪 法国雷诺公司的莫斯科工厂 百分之百的股份转让给了莫斯科政府 之后使用中国汽车制造商JAC的生产线 量产Moscowich 3汽车 价格一点都不便宜 汽车分析师齐加诺夫 在Telegram内部频道Russian Automobile上写道 与欧洲同类产品相比 Moscowich 3 你搞没搞错呀 内饰有中国味 方向盘角度不可调节 加速能力较弱 齐加诺夫指出 驾驶这款车时 他几乎感受不到汽车应有的驾驶体验 该车的操控性与稳定性几乎为零 此外 由于车窗玻璃过于薄弱 外部的噪音如同直接钻入大脑 使车内噪音尤为显著 齐加诺夫表示 我实在不明白 Moscowich是怎么打算卖出数万辆这样的车的 在过去的20年 俄罗斯大量推进汽车产业的国产化和进口替代策略 到了2021年 进口汽车的比例较10年前减少了4倍 在福尔加河地区 西北部和中部地区 大型汽车产业集群已经出具规模 西方车企如梅塞德斯 宝马等在技术和设备上 给予了大量支持 包括冲压 焊接和铸造等关键技术 在此期间 西方车企在俄罗斯的汽车行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帮助其建立了完整的汽车生产供应链 去年 这些西方车企撤离后 中国车企进入了俄罗斯汽车制造业 但他们的经营策略与西方车企有所不同 中国车企更偏向于在俄罗斯设立汽车组装线 而非进行全面的投资建设 他们主要租用之前西方车企留下的厂房进行装配 许多核心零部件都从中国进口 冲压 焊接和铸造等关键环节都在中国完成 这导致俄罗斯的汽车制造业的产业链不再完整 要让中国车企帮助俄罗斯建立起像西方车企那样的供应链 不仅需要多年的努力 而且所建立的产业链在质量上也可能无法匹敌西方 受制裁的影响 俄罗斯汽车工业严重倒退 连安全气囊都要从印度进口 因缺乏安全气囊和ABS系统 俄罗斯为了维持汽车产能 直接修改法律 允许车企生产没有安全气囊 没有ABS系统 也可以不装ESP系统 连安全带都可以不装的新车 由于缺乏关键电子控制单元 卡马汽车厂只能回归生产1970年代的 EURO2环保级车辆 而O2WAS则开始生产没有自动变速器的汽车 即使在得到中国的协助下 这些制裁仍在让俄罗斯的汽车技术倒退 即使是在汽车的组装环节 中国车企在效率上也难以与之前在俄罗斯的西方企业相媲美 以雷诺在莫斯科的前工厂为例 组装86辆Moscow汽车 现在需要两个月的时间 而在雷诺管理下 相同数量的汽车只需三小时便可生产完成 俄罗斯汽车产业转向使用中国的生产线 不仅会影响生产流程 汽车平台和技术 还可能破坏与过去的西方车企的合作关系 如果这些由西方车企留下的厂房完全中国化 即使将来西方和俄罗斯关系改善 西方车企也可能不愿重新进入 这种转向东方的改变 意味着俄罗斯的汽车生产和技术能力正在下滑 核心技术和知识正在流失 与全球汽车工业融合的可能性变得更小 至于中国的电动车 在俄罗斯没有市场 这里天气寒冷 高度依赖石油税收 对推广电动汽车没有丝毫的兴趣 汽油便宜 油车才是主流 俄罗斯汽车市场销量前20名 没有一款电动车 有点编达石油税 不足